I'll be back I'll be back I'm back I'll be back I won't be back 明明是很简单的一句台词 却在如今成为了经典 六部终结者 唯独第四部没有机会讲出这句话 尽管第四部的演员阵容相当好狠 有蝙蝠侠和阿凡达亚症 却依旧弥补不了 施瓦星格因当任加州州长 无法参演的遗憾 没办法 州长终结者的形象 已经成为经典深入了心 成为无可替代的存在 剧组为了弥补遗憾 特意用特效合成了一台州长模样的T800出镜了几分钟 也算有心 这一部不再是老套的穿越时空保护约翰的剧情 而是影迷们一直想看的人类与天网之间战争的故事 以及T800终结者诞生的立场 上一部中天网在2004年觉醒后 爆发了核战毁灭了地球90%的人口 想了解的可以学我的上一期翻找 幸福的人类组建反抗军与天网苦苦抗争的14年之久 熬到了2018年 此时的约翰已经34岁 还未成为反抗军的最高指挥 只是个中尉 这天跟带领小队打入天网的一处基地 发现天网关押了大量人类用于研发新型机器人 他意识到拥有人类皮肤的T800终结者即将莫置 这说明用不了多久石关机也会被天网研发出来 届时T800就会穿越回去追杀母亲沙拉来阻止自己的出生 回到地面后约翰发现队友已经全部上升 一个T600机器人突现身后 他是T800的前一代机器人 没有人类皮肤 只有合金骨架 钱都不如T800 对付起来会简单一些 一个小队的上升也是个不小的琐事 约翰难免受到高层指责 不过这次行动获取的资料也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天网手下的机器军团是通过一种加密短波来进行控制 过滤掉两层短波后 他们发现了隐藏的真正控制波段 只要对其进行干扰就能切断控制 让机器军团彻底上市战斗能力 除此之外 天网内部还有一份刺杀名单 约翰只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叫凯尔的人类 他们从未听说过 让人想不出缘由 只有约翰知道凯尔是他的父亲 十几年后他就会派凯尔回到过去与母亲相爱生下自己 而自己又是未来战胜天网的关键所在 天网的用心已经不言而喻 画面一转另一个男主老马登场 他不知道是哪个时空的死刑犯 为了人正直 但是因为一些意外 不小心害死了两个哥哥和一名警察 心生愧疚一心求死 这天一位赛博坦公司的科学家找到他 让他签署一份遗体捐赠协议书 为了赎罪他也没多想就签了下来 在执行死刑后一项疯狂的实验就此障碍 不知过去了多少岁月 老马莫名出现在2018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全身赤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能先扒下引前反抗军尸体上的衣服看看再说 满是废墟的城市让他陷入迷茫 突然间他看到一个人影 这就是审判日后天网为了灭绝人类研发出的T600终结者 在战场上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想要对付他只能自取难以立敌 幸存者们往往会在四处设下陷阱 以防遇到T600的袭杀 很快他就被干索半岛吊在半空 但消灭人类是终结者的第一任务 即便射断右脚也再说不惜 起身后继续寻找目标狂轰烂扎 眼看对方再度洩漏陷阱 男孩比了一个手势 对面的女孩瞬间不异 其中开关 中午从天而降 终结者被彻底终结 刚刚的营幕幕彻底近带老马 先不说这末日般的废墟 刚刚那T600更是见所未见 自己明明已被执行死刑 为何会出现在这陌生的世界 从交谈中老马得知眼前男孩名叫凯尔 晚上 老马从凯尔这里得知现实的大概情况 这个世界已被人工智能天网支配 人类组件的反抗军正在拼死抵抗 有一个叫约翰·堪纳的中尉 每晚都会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杀死T600的技巧 他虽然不是领袖 却是无数人类的精神之助 为了弄清自己为何会莫名出现于此 老马决定去到反抗军基地寻求帮助 可在刚修好一辆破车就引来一架天网的侦察机 侦察机刚上传完几人的信息就被老马打了下来 谁要几人找到一束幸存者击逼 本想求的一些汽油好继续前进 没想到引来的天网造出来的变形金刚 两个巨拳分分钟抓走幸存者扔进一架运输机 这些人类都会被当作实验体用于研发T800终结者 这边老马也没险证 用油罐车间巨型机甲撞到 然后打穿油罐 关于之际那机甲巨蛋毫发无所地走了出来 并从小腿处示范两辆摩托终结者前去追杀 他们行动敏捷动作灵活 上面还配备强力武器 一旦命中足以造成致命打击 现在前有拦者后有追兵 好在吊车上存有武器 凯尔一发精凿命中 在卡车的碾压之下成功搞乱一台 但后面那个也相当棘手 关键时刻老马相连让凯尔丢下重锤 近战的控车技术给予了致命一击 可几人才刚刚松一口气 天王又派出了更为可怕的猎杀者战机 一发炮弹阻挡去路 老马赶马一脚刹车踩到底 后方高速的摩托冲天而起 正中空中的猎杀者战机 但这一击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 反而让自己陷入危机 这台请天柱终究是绝力不过 凯尔和女孩跌落大桥 关键时刻 猎杀者上的机甲即使出手抓住二郎 但这也不过是刚入狼窝又入虎穴而已 老马举着斧头一跃跳上战机 本想砍出一条出路救出重量 可身后的机甲又怎会让他入院 与此同时 巨大的动静引起了反抗军的注意 约翰立即派出战机前去查看 交火中老马被正飞出去 在水面上打起了水漂 很难想象他居然活了下来 至于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干掉反抗军的战机后 两架天王战机随即离去 幸存下来的老马发现了一名女飞行员 他叫布莱尔 是刚刚那台反抗军战机的驾驶员 他在炸毁之前弹射了出来 在得知老马想去反抗军基地后 便主张带他前往 路上遇见三个壮汉意图对他图谋不轨 没想到老马身手不凡 以一笛山轻松撂倒三名壮汉 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 这也让布莱尔对他心生好感 在听到老马强有力的心跳声后 安然随去 另一边 约翰引来了一架天王的无人机 测试之下发现干扰短波切断控制的办事 真的皱效 看来人类打败天王已经指日可待 天一练布莱尔就带老马去玩基地 持续穿过这片地雷区就能抵达目的地 这些磁性地雷本来是专门针对金属机器人部下的 但没想到 这下老马的身份已经是昭然若杰 他的骨骼被抽离换上机械骨骼 只有大脑和心脏还是自己的 以至于他对自己被改造的事情毫不知情 以为自己还是人类 约翰看到后毛骨悚难 这想必是天王派过来刺杀自己的新型机器了 本想将老马就地处决 可老马却说自己有一个叫凯尔的朋友被天王抓走 必须前去救他回来 约翰听闻再次一惊 自己那十几岁的爸爸终于出现了嘛 于是暂时留他一命 自己则回去一遍又一遍听着母亲莎拉给他留下的录音带 很显然 这种新型机器人莎拉并未提及 面对未知的敌人 约翰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另一边 约翰的首相正玩弄着眼前的老马 对于布莱尔的加入 老马已经生无可恋 但布莱尔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支走他了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他坚信老马是个好人 要带着他远走高飞 两人逃走的行径很快就被反抗群发现 在重重包围之下 布莱尔只能以身作恶吸引注意 老马搞到一辆摩托从另一边逃走 不一会约翰驾驶直升机狂轰浪炸 却还是不见老马的踪影 直升机在低空盘旋 并扔出照明弹四处搜寻 但下一秒 合理装出一条水蛇终结者 直升机也被拉入水中 约翰站在渐渐下沉的长海上 这次更多的水蛇终结者将他团团挪住 眼看他命悬一线 老马突然现身将其救下 他不停解释自己的思想还是人类 绝对没有被天王控制 他现在要去天王总部救出凯尔 顺便去寻找自己变成这般的原因 约翰此刻也别无选择 如果凯尔死了自己就不会出生 人类与天王的战争就必败无疑 只能暂且相信这个敌我不明的半机器了 不久后老马来到天王总部 这里戒备生眼 但扫描后发现这十台机器 所以并未发动目击 老马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进入天王总部 来到控制室 将手掌放在操作台上 没想到竟直接与脑中的芯片连接 他先是关闭了北须的炮塔 接着查到凯尔的关押之处 连满将此地信息传送给约翰 约翰收到讯息后从北须偷偷潜入 这边老马找到自己被天王改造的记录 那赛博坦正式研发天王的不思 自己的身体被保留了好几十年 他的皮肤已被天王修复 看来此时天王已经完全具备人造皮肤的能力 老马也终于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 他就是天王研发的新一代间谍机器人 以人类的身份和思想更容易渗透敌发 他所经历的一切画面天王都尽熟眼底 一切都在天王的掌控之中 此时更是把最大威胁的约翰引了过来 很显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间谍任务 老马对此显然不能接受 他直接挖出后脑巢上的无线网卡 与天王断开连接 转头就要去寻找约翰 此时约翰救出了大量被关的难民 可就是不见凯尔的中印 与此同时反抗军头目也不想再等 他要凭借干扰短波来一举攻击来天王总部 却不知这短波也是天王设下的陷阱 天王循着干扰员直接找到反抗军隐藏多年的总部 一发导弹尽速见面 这边天王为了干掉约翰启动了终极杀招 这个压迫感十足的家伙 就是天王研发出的最新型反真机器了 T800终结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州长本人出演 而是游戏系特效合成而成 约翰坎纳这次又该如何度过一集 与此同时 天王还派了一台T600终结者前来终结凯尔 却被凯尔用约翰在广播中教的技巧顺利脱身 逃跑的时候转角遇到爱 约翰似乎意识到什么 没错 这就是小他十几岁的亲生父亲 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他救出去 否则自己根本就不会出声 这次T800再度追来 约翰连射两发 把T800打得只剩合金骨架 导演征刑 一下就省去了不少特效费 这边约翰带着他们无意间逃到 批量制造T800的车间 惊恶之余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后的T800悄然靠近 就在约翰即将被终结之时 老马及时赶到将其救下 凭借半机械之虚与T800硬杠 一番交手下来完全不是T800的对手 趁着老马挨揍之急 约翰已在周围布马炸弹 这次T800扫描出老马的致命弱点 一拳正中圈口打得他心脏周庭 解决了麻烦 转身就攻向受伤的约翰 约翰知晓普通武器对他无效 于是瞄准了他身后的龙鹿 高峰干水瞬间倾斜 灌注在T800的身上 可短暂的交出根本杀不死T800 好在上班就是冷却管道 冷了交替之下 T800总算是渐渐失去的行动能力 约翰着点的伤疤就是在此刻留下 约翰连满跑向一盘试图唤醒老马 可无论怎么垂打都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拿起一盘的高压电脑 为其做心肺复苏 如此科学的方法果然奏效 可就在老马复苏之际 后方的T800也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 一击贯穿约翰的胸口 而且还科学的避开了要害 老马瞬间拔出杠棍 爆发洪荒之力将终结者彻底终结 约翰果然科学的活了下来 带着凯尔一起逃出了天王主部 按下起爆按钮 天王准复在一片火海中被一为平敌 但疑似大声并不意味着战争就此结束 约翰已经伤到了心脏命不久矣 没有他的代理 未来人类将会节节败退 本险将重担交给凯尔 这时老马挺身而出 似乎他的心脏就是为死而生 唤醒之后 约翰将成为反抗军的新首领 继续带领人类抗争天王 然而他并不知道 多次的时空穿越 已经老乱了正常的时间线 未来的他已不再是最初的他 下一步周长将会前世回归 莎拉也将由龙妈出演 我们下一期见